而就在7月1号的当天 香港的苹果日报发表了一个自己的主要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直接就点题说 叫今天上街争普选 不能没有你 希望大家全都出门 文章直接提到说 走了六年了 普选的路未见终点 让人感到有些泄气 难免令人止步 而走在了7月1号的十字路口上 他不知何去何从 但是一旦游行人数骤减的话 那曾英权就得逞了 还以为香港人都泄了气了 说本年底叫正改咨询方案 何须再开放民主的大门呢 如果不想噩梦成真 那今天下午三点半 咱就在维园去见面 而香港的民主之父李柱铭则明确说 今年的7月1号一个都不能少 那同时呢 他有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 是拍摄当时大家在准备游行之前的准备的那个场面 采访了一些人 我们看看这个短片 今天7月1号无利点得 增普选仍然是主题 无论年轻人中年人 年纪大一点长者 全部都出来了 早点吃完饭 三点钟 维园见 爸爸是公民党成员的高考状元都响应 希望香港可以在民主方面发展比较快速一点点 希望可以在一二年见到增普选 前日起在时代广场住室的一帮年轻人 武力都会走 其实我们会一路绝食 一路走迈过游行 网民会穿自制T恤上街 表明特首曾荣权不代表我 游政合约员工 雷曼虎主基督教团体都会上街 参与出版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的爆破说 03年七一游行 成功反23条立法 才可以在香港出到这本书 我认为7一非常重要 只要我在香港一天 每年7一我都会参加7一游行 游行今天下午三点半开始 由维园出发去政府中部 民阵呼吁市民穿白色衣服参加 苹果栋新闻报道 在大陆呢 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让网民们比较高兴 那让艾薇薇的说法呢 就是网民们取得了胜利 BBC采访艾薇薇 那艾薇薇明确说 推迟绿霸是网民的胜利 那艾薇薇在接受采访时呢 明确说很多网民以博友和泛友 也就是大家就博客 博友是指博客了 那泛友呢是大家聚餐了 所以这样的名义 响应了他的号召 停止了他们在网上的活动 而且呢 从各地到了这个北京市长区的某一块草地上 大家会面去了 而会面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叫霸网派对 您说这绝不绝呢 那文章呢 也提到说 针对这次中共官方没有任何解释的说 推迟这个绿霸的实施呢 艾薇薇讲说 网民们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因为说明网民的力量还是可以被体现出来的 网民的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 所以他说到这样呢 我就想起我们原来引述过另外一个作家的 就是韩寒的一个文章里说 共产党目前最后悔的最最后悔的 是把网络引进来了 但是呢 艾薇薇也明确表示说 他相信中共当局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区域 仍然可能会推行一个对互联网进行限制和封锁的做法 他说这是中国的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而艾薇薇又表示说 作为一个公民 我们会不断的发出我们的声音 用不同的方式让人们知道 我觉得让人们知道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让党知道 限制公民的权利 限制获取信息和自由表达的这种权利的所有的取图 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 网上出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有待证实 那什么消息呢 是指江泽民出事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秘书被捕 对江泽民是一个打击 大家知道前两天在湖南的郑州呢 出现了撞车事件 而撞车之后呢 非常奇怪 那武警的126师呢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而且把整个现场给封锁了 后来传出消息说 当时江泽民自己的列车的车厢呢 就挂在了最后一截 江泽民和他老婆只受到轻微震动 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呢 可能还是到头了 他说江泽民的秘书被捕 是最先也是唯一的由日本媒体披露出来的 目前在中国的网站和中国的媒体当中呢 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消息 发布消息的人说 有理由认为江泽民秘书被捕的消息 应该是来自于日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 也就是说 其他消息即便全是假的 但这条消息应该是真的 而且日本媒体在短时间内就能确认 伤亡中没有日本人 看来人家的效率呢 的确高的惊人 那我想说呢 这个消息是从日本媒体出来的 至于是真是假 至于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以观后效 或者说骑驴看账门 咱走着瞧 但是江泽民出事 仅仅在我看来 仅仅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